養護中心門口社會局人員到場 機查因為爆出竟然有一名護理師 在上班時間開直播與住民 發生猥褻行為 台南贏家老人養護機構爆出 一名女護理師常在休假 或上班的時候 在交友平台開直播 跟粉絲互動賺點外快 為了想要吸引會員 點播和贊助禮物 這名護理師常在直播間 掌心三色言語 自己做猥褻動作給大家看 甚至爆出在上班時間 還找機構內的住民做互動 行為相當誇張 消息曝光掀起爭議 遭罵這種行為根本不尊重住民 非常沒有愛心 很生氣啊 因為完全不尊重老人啊 太過分了 是一個護理師 你要照顧別人的 在直播 好像已經是護理師的一個職責 民眾聽著都覺得太誇張 明明是要好好照顧老人家 卻開直播再做其他事情 想要博取關注 賺外快 工作人員全面的反方差 沒有不正常的情形 將對這個不適任的行為 最終就是戒指 養護中心爆出嫌失案件 民眾很生氣 社會局也在查 養護中心也回應 護理師都有執照 如果屬實 絕對會嚴處 記者賴冠章 陳珊珊 台南採訪報導 獨立 顏面 散 維